那我是觉得这几年因为 AI 的进入 那教学现场科技工具的应用有很大的变化 那所以如果各位在学校 我看各位都很年轻 那所以你们在学校的日子还有很长一阵子 所以我建议各位 AI 一定要去接触 那因为它的应用非常的多元 再来就是基本的部分 请各位一定要绘新制图 新制图 一定要教小孩会使用 因为那个是在思考 学习跟思考前端的工具 整理跟学习的工具 那后端呢 目前 Canva 是很棒的 我还没有遇到第二个比它好的 目前 那所以在你要教别人 或者你要宣传你的理念 或者你要把你的概念精准的传达出去 那 Canva 应该是很好用的 那所以这几个 AI 新制图跟 Canva 就要请各位有空就多多琢磨 那可是工具 它会因为 我的前提是这样 工具会因为科技的发展 还有时间的进展而迭代 所以之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工具出现 但是你要抓住的是 运用工具的心法 融合你自己的领域的教学 跟你的经验 或者一些学问理念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样才会变成你真正好用的工具 好 那我就继续喔 好 各位都找到了 我们就直接开始 那待会还要请各位再看几个网站 好 我 我的网页里面 这里我直接有把那个吕冲贤老师 这个 吕冲贤老师的YouTube频道 现在是我的画面 吕冲贤老师的YouTube频道 各位 有空可以点进来 看一下 只要任何你教学上 会使用到的科技工具 几乎啦 吕冲贤全部都录了 包括今天要用的Canva 如果你有一些基础上的工具上的 使用的问题 其实它里面都有这些课程 几乎全台湾全国 你觉得好用的科技工具 它都全部都录了 所以 其实你们要如果要学一些工具 其实也不用另外去参加什么研习 在这边全部都有 所以依照你的时间 依照你的需求在这边搜寻就可以了 好 所以这个是很棒的资源的地方 我自己 其实也有YouTube频道 但是我比较放 有一半是放那个创客类的 有一半就是这两三年放的比较多是 属于心法类的 还有心智图 Canva 还有 交往中心我们在推的一些政策的部分 比如说MyViewBall 或其他的工具的软体 所以各位可以点那个清单这边 清单会整理同样类型的东西 会摆在一起 那各位可以有空也可以去看一下 那另外我最近有在推那个运算思维 也是科技领域 应该说它是科技的工具 科技的思考工具 但是它是 每一个领域 或者是你的人生或者职场都用得到的 的方法 所以 也欢迎各位有空的话去了解一下 那今天多多少少都会带到一些 这是我跟吕冲贤老师的频道 那我们今天的重点会在 这个Canva 的部分 另外提一下 我个人的 服务是在脸书上面 所以任何疑难杂症到脸书上去呼叫我 或者打电话到办公室也可以 那我就很少再加朋友了 因为已经逼近那个上线 就 怕有什么状况 所以会留一点点扣打 所以我尽量就不再加朋友 所以有任何问题直接讯息给我就好 好 那我们就回到 今天主要的内容